來,同學,把你的課本打開喔 我們現在要來到那個加全平均數 來,快點打開你的課本 你們辦加全平均才過了嗎? 還沒對不對?我們直接來看題目就好 請你寬到135頁喔 他這邊有一個很好的隨堂練習 這個隨堂練習我希望可以給他兩個讚喔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喔 這個題目,我來畫一下他的表格喔 他是說,分數 然後這裡有一個什麼東西? 比重 有一個同學喔 他本學期數學科,平常考 同學你看喔,他平常考分數是幾分? 65分 對吧?他考65分,平時成績 然後平時成績佔整學期的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三十 同學應該知道這種加全平均喔 其實就是最生活化的例子 就是跟成績有關係對不對? 像你們在算那個段考的成績啊 學期成績 他都跟那個加全有概念 那個瓜瓜是有關係的 來,這個平時考成績喔 那第一次集中考他考得不是很好 第一次集中考他數學考了幾分? 46分 那第一次集中考佔整學期的百分之多少? 就是百分之二十 對不對? 是不是這麼簡單? 然後第二次集中考 哎呀,也考都不理想了 他考了五十三分 來,第二次集中考佔百分之多少? 二十 對吧? 那期末考 欸,通常有些同學喔 在期末考之前都會先問一下老師 對不對? 來,問什麼東西呢? 期末考佔百分之三十 同學最喜歡問什麼? 會問說 老師,我期末考要考幾分? 才能過嗎? 對不對? 就你懂嗎? 同學會想說 哎呀,我的平時成績六十五 第一次斷考是十六 第二次五十三 感覺好像期末考稍微再認真一點 就有機會過對不對? 欸,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欸,同學我問你 他說喔 這個學期生喔 他的學期成績數學如果要六十分的話 那麼請問 這個x的值是多少? 欸,這個題目阿 你就跟著我一起說阿 來,跟著我一起喔 數學成績 好 來 欸,哈囉 欸,同學這個怎麼辦? 這很簡單阿 欸,閉嘴閉嘴 一早來就開始在那邊講話 來,請問你 加全平均國中有沒有學過 欸,六十五要乘上多少? 百分之三十阿 所以來跟著我寫 這個六十五要乘上什麼東西? 百分之三十 對不對? 再加上 第一次段考 考了四十六分 請問你 四十六 來佔整體的多考 百分之二十 所以是不是乘百分之二十 這樣可以齁 再加上 來 五十三 乘上 來 百分之多考 二十 然後期末考 還沒有考 你不知道你要考幾分 加上 X 乘上 百分之多考 三十 欸,是不是這樣子? 欸,那我先問你喔 阿下面要寫什麼? 下面要寫什麼? 下面要寫全數的總和 對不對?什麼叫全數的總和? 你知道全數是什麼東西嗎? 全數就是這個東西阿 百分之三十 我講慢一點喔 因為我只打算講這一題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 對不對? 這個就是他的全數嘛 齁 就是他所佔的那個比重 了解這個意思嗎? 所以同學應該知道 當我們在計算加全平均的時候 來,這個方母要擺什麼東西? 要擺全數的總和 所以方母要寫 三十Percent 加上什麼? 二十 加上二十Percent 然後再加上什麼? 三十Percent 然後再加上什麼? 三十Percent 齁 這個叫做全數的總和 然後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習成績是幾分? 六十分 對不對? 我們希望學習成績是六十分 來,請進齁 超高 來,遲到了齁 欸,這樣可以嗎? 他這個東西是不是這樣子? 來,你把它寫上去喔 這一個叫做全數的總和 來,把它空起來齁 欸,進來不要趁機講話 拿出你的數值啊 好 然後這邊要跟同學談一件事情齁 有一些同學會說 老師,下面這個根本就是一嘛 對不對? 下面這個是一啊 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這是一啊 那考試我有必要寫這個東西嗎? 全數的總和加起來是不是百分之百 對不對? 我告訴你 你考算自己把它寫出來會比較好 因為根據定義 它的公式是長這樣 雖然我們知道 全數的總和加起來是一 那你考試你就這樣寫 可以嗎? 欸,那現在同學 你要不要幫我算一下 我們到底要考幾分? 期末才可以六十分過 欸,你會不會算這個東西 來,六十五乘零點三 來,你告訴我這多少 幫我算啊 快點,你現在趕快幫我算 六十五乘零點三是多少 乘百分之三十啊 多少 多少 十九點五 來,十九 點五 再加上 來,請問你 四十六乘零點二是多少 零點九二 零點 啊,多少 二 零點九 九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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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們要講清楚齁 不要 來,九點二 再加上 來 這多少 十點六 來 十 點六 再加上 這個 不知道是多少 對不對 來,這是零點什麼 零點三 X 對吧 然後 加起來要等於多少 加起來要等於六十 那現在同學你幫我加一下 十九點五加九點二是多少 欸,這兩個加起來 其實你慢慢加就好啦 28.7 這是28.7 對 對不對 那28.7 再加上 10.6 來,這兩個再加起來 是多少 39.4 39.4 39.13 蛤 哪裡哪裡 39.3 齁,39.3 齁 我覺得你們這個 就 寫慢一點嘛 齁 這好像很急 我覺得有時候同學好像給這種 好像很急著 要把東西講出來 這 慢慢看啦 39.3 是不是 搬過去齁 所以來,0.3 X 就會等於 六十 再減掉 39.3 所以告訴我是多少 嘿嘿嘿 多少 多少 60-39.3 是多少 20.7 20.7 啊 20.7 對不對 所以同學你應該知道 X是多少 X是0.3 分之20.7 所以就是三分之多少 三分之207 呃 三分之207 同學應該知道多少 六 九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同學應該知道這題最後的答案 他期末考要考69分 對不對 在這個學校的規則底下 他等於考69分 齊末成績才可以有60分 欸這樣聽到嗎 這應該蠻簡單的 聽說 加齊平均數國中有學過對不對 有吧 喔 國中有學過加齊平均 好 好 來 那我們就跟加齊平均說再見 喔 欸 加齊平均其實蠻重要的喔 我覺得這個東西 比一些什麼奇怪的平均數 還要來的重要很多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個 國中應該沒有學過的 來第五個 第五個叫什麼平均 幾何平均數 好 我先來幫你回憶一下 欸 請問你 你在你的人生階段裡面 什麼地方第一次聽到幾何平均數 跟你保證絕對不是現在 那一方是不是 不是啊 你人生第一次啊 在之前的人生啊 你在哪裡有聽到幾何平均數 有一個地方 就有幾個平均數了 你在什麼地方 有沒有聽過一個很有名的不等式 叫什麼不等式 算幾個 對啊 把這個不等式寫上去啊 就高於上學過啊 算幾不等式啊 欸 有聽過算幾不等式嗎 高中數學能叫得出名字的不等式 其實沒有幾個喔 現在算不到幾個而已喔 這是其中一個叫得出名字喔 來 什麼叫算幾不等式 如果有兩個數字 A大於等於0 還有V怎麼樣 大於等於0 來 告訴我什麼叫算幾不等式 相加怎麼樣 你有沒有失憶證是不是 好 相加除以2 一定會 一定會 大於或等於相乘開 更號 來 A乘B 這叫算幾不等式 左邊這個叫什麼數 算數平均數 對吧 兩個加起來除以2啊 三個加起來除以3啊 五十個加起來除以五十啊 這不就是算數平均數嗎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那個μ啊 那個s bar嘛 對不對 就是那個s bar 就是那個μ啊 對不對 算數平均數嗎 那請問你 相乘開更號 這個叫什麼平均數 這就是我們鼎鼎大名的幾何平均數喔 欸 這樣可以嗎 可以 你高一上就有學過這個東西喔 然後我再幫你複習一下 通常左邊會比右邊大 但是在一個特殊的狀態下 他們兩個會一樣大 什麼情況下 你左邊 什麼時候 左邊跟右邊 這個等號會成立 左邊會跟右邊一樣大 只有在一種情況下 A跟B怎麼樣 等於0 一定要等 A跟B一定要都要等於0嗎 比如說 A跟B都等於3可不可以 2分之3加3 請問你有沒有等於3乘3開更號 有還是沒有 有 所以 稍微回憶一下 什麼時候左邊跟右邊會一樣 A跟B相等的時候 對不對 A跟B一樣大的時候 左邊跟右邊就會一樣大 不然通常是算數平均數比較大 還記得嗎 這樣可以喔 好 那幾何平均數 我們高一上學的是兩個的喔 兩個大於等於0的數字 相乘開更號 那你說老師 幾何平均數只有長這樣嗎 當然不是 如果今天有三個數字 相乘 來 這個時候就不是開更號 應該是開幾次方 三次方 幾何平均數的定義就這樣 相乘如果是兩個就是開更號 三個相乘就要開幾次方 三次方 那如果N個數相乘 S1 乘S2 一直乘到哪裡 SN N個數相乘要開幾次方 N四方 這就是幾何平均數 有了解嗎 你看一下課本的定義 來看到135頁 135頁 S1 各位幫我拍這裡 135頁 有沒有看到最下面那個綠色的框框 把它框起來 當N個數據為S1 S2 一直到SN的時候 它的幾何平均數就是 把它們通通乘起來 再開N四方 如果是兩個數就是開更號 三個數就是開三四方 N個數就是開N四方 這叫幾何平均數 有聽過嗎 這樣可以齁 好來課本就這麼簡單 來請你翻過來 翻到後面 找一個空白的位置 我要講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關於這個幾何平均數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請你務必一定要抄在課本上 因為有人到高三 這個問題都還搞不清楚 136、137 隨便你要抄在哪裡都可以 請你把這個例題寫上去 來這個例題我要給它三個讚喔 誒 誒寫上去喔 誒 來 我 出一個題目齁 來Q仔 醫院的薪水 對 對 是 嗯 清涵的教育工作者 我醫院的薪水是100元 這樣可以齁 用一個簡單的數據齁 誒寫上去啊 我現在開始講一個故事 然後跟你講這個集合平均數 考試他會怎麼考 誒 Q仔一月的薪水是100元 然後呢 二月 到了二月的時候 老闆覺得他表現得不錯 所以決定怎麼樣 幫他加薪 幫Q仔加薪 加薪多少呢 加薪60% 哇 這樣聽懂這個意思嗎 8加薪60% 然後現在問一個問題齁 呃 此時 Q仔 的薪水是多少錢 誒 這應該不難齁 剛開始齁 來寫一下 來 來 我們先寫到這邊 我等 來這個故事有點長 但是我先寫到這邊 來我先等你齁 慢慢來 誒還好吧 我覺得同學真的很妙 你們那個清筆盒 根本就是百寶袋 對不對 這清筆盒裡面裝弄的東西 太厲害了 誒有沒有人要告訴我 什麼叫加薪60% 來快點誰告訴我 什麼叫加薪60% 是什麼意思 1.6 痾 這樣有點太快了齁 來 這個加薪60% 來我這樣寫齁 你這個Key寫在旁邊 新的薪水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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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 谢谢大家